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万年的交集 人类享受着它的寇责 留下生活的痕迹 生存的故事 今天 让我们终于边界 像鱼儿一样自由呼吸 去感受它 一个从未见过的水下中国 你准备好了 你是否想过 五光十色的建筑群变成水下古城 老街的古巷子成为鱼类统治的皇宫 四百多米深国际金融中心 成为未来深前竞赛的热点 这一切不是妄想 滇中明珠下的千年古城 万历年大地震后的海底废墟 千岛湖下沉寂了一甲子的尸城 都真实存在 斗转星移 山川祖阁 禁锢不了我们的好奇心 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探寻水下古城 龙头 圣旨 中国古代帝王权力的展示和象征 同时出现在水下 被眷刻在同一座牌坊上 究竟是何方神圣 惊动了好好黄恩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女人 姚文俊是一名贫苦书生 妻子王氏却是大户人家的女子 王氏在十八岁的时候与文俊成婚 但仅一年 丈夫便因病离世 王氏恪守封建离制 守洁尽孝 侍奉二老 守寡五十多年 直至离世 知悉此事后 扬州府上表朝廷予以嘉奖 乾隆有感王氏忠贞 特赐节效牌坊 设立于乾隆四十二年 公元一七七七年 在淳安县施城北门之外 这个头悬圣旨的建筑 是姚氏节效牌坊 由皇帝将旨建造 是中国传统的四大牌坊之一 贞节道德牌坊 用于纪念劫富猎女忠贞之德 它也是中国水下 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 砖墙结构的牌坊 精雕戏楼 龙 凤凰 麒麟 狮子的砖雕和牌坊上的题词 充分展示了 古牙礼教的精神气质 今天 这座距今三百多年的牌坊 尘封在千岛湖水下施城 灯光照亮的那一刻 仿佛打开时光隧道 穿越百代 回到一九五九年的某天 这里埋下了一座城的繁华 为了建造当时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新安江水电站 从此一千零七十八个山巒 与化为一千零七十八个岛屿 新安江水库也有了一个更为梦幻的名字 千岛湖 在湖底 有纯安 有纯安 随安 两座县城 以及周围分布的九百多个村落 五百余座古代路亭 一百一十五座古桥 十三座祠堂 十座寺庙 十座寺庙 江江截流 随安 淳安 沧海桑田 当时二十九万的居民被迫迁移 奔向未知的琉璃 人生能有几个甲子 海 日子 老移民张应贤 用十年时间走访四散的移民家庭 把所有的记忆都埋在了这幅画里 完成了诗城原貌图 挂在江家镇诗城博物馆 我是1959年4月份离开诗城的 我是原来的随安县诗城人 现在不叫诗城 叫水下故城了 这个名字都换掉了 那么我从小在那里长大 在后来移民到沥水 这幅画呢 我是从开始想画到完成 画了十年时间 其中中间修改了五次 那么我就想把它恢复成那个 大概原来的样子 它街道的房子啊 街巷啊 河流啊 这些东西啊 尽量地给它完美一些 给它表露出来 那么我就开始创作了这 这张诗城原貌图 在最近又画了一张 大概十米长嘛 那叫长卷 我的名称叫 《诗城节庆图》 就是过年过节庆祝的这张 它主要是反映当时诗城 过节日的时候的各种活动 就是捂住马啊 再比如说打连香啊 再拉丝啊 就是把整个事情当成那种热闹的场面 画下来 这个地方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地方 再然后我家就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的家 这个房子 所以我从小也就这个地方长大 这家是比较熟悉的 无论是祠堂前夏天爬过的大榕树 还是儿时调皮捣蛋过的牌楼 什么都比不上那座房子 乌瓦 门廊 堂厅 木窗 那是一个称之为家的地方 成了诗城全景图上的最浓厚的一笔 家可以残源断瓦 可以门楣高大 但是在水下 它们都只是过去 千岛湖水下还有一个完整的宅子 门上有一块石匾 规矩地刻上了山平水带四字凯体 刻画出当地青山为平 水光相应的地理特征 房子以牧川斗结构为主 房梁雕花精细 一个天井 一块牌匾 为何房子中间倒塌的大树 都告诉我们 这绝不是寻常人家的宅院 这是曾经的许家大宅 渔庆堂 残缺的院墙里 保留着生活的灶台 留下烟火的气息 房子后有一条楼梯 掩藏在坍塌屋顶中 令人不禁遐想 故人上下往来的面貌 我对我房子的楼梯 印象比较深 那是因为它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我叔叔在家乌龙 经常被隔壁伤兄弟欺负 那么我父亲从小练过一点拳脚 回来以后 就把他们伤兄弟都摔在地上 然后他们伤兄弟 就追到我们家里来 然后我父亲就很机智 你们有本事 从楼梯上冲上来 我这里游的是酒摊子 一个人给你一个 然后僵持了好久 乡里长辈 乡亲都赶来了 所以这样就都结尾了 于庆堂位于许家园 又名夏许家 村子坐落在新安江畔的港口镇 南向巴里路的一个澳谷 梯田层层 茶圆片片 村中有西潭直奔新安江 许老儿时的记忆 如今变为一段文字 一幅画 被他收藏在记忆的匣子里 几十年来 我一直非常地眷恋 我的故乡 我的村庄 我的房子 我的老宅 我也做了很多尝试 走访了很多前辈 然后整理出 对我们村庄的概况 在这个基础上 在这个基础上 我写了一篇文章 题目叫行时的梦境 儿时的天堂 最后被我们县制霸 收入到最新一期的县制里面 我感到非常地荣幸和自豪 张老退休后 开始寻访移民的儿时好友 一碗茶里 你有故事 我有笔 收集的都是诗成的文化 第一名进行就是结果创业 他结婚斗 成见好友 所以说双眼一个 反正移民的人 你都瞧不着 徐老举目江边 看到的是儿时夏天 奶奶在院子里 给他摇晒纳凉的时光 两位老人 都有不约儿童的选择 他们把所有的乡愁和思念 都留在画里 画外是故人团聚 儿孙绕夕的好日子 史蒂文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美国人 对中华数千年的文明非常敬仰 专挑各种高难度的水下古迹进行探索 从2008年开始 他把目标锁定在潘家口水库 因为这里有一条巨龙盘踞水下 而且难度颇高 极具挑战 我叫斯蒂文 用中文叫十万克 我是在美国出生的 我是在美国出生的 美国长大的 然后我1996年搬到北京的 从小我一直喜欢学历史 中国有那么长的历史的国家 那对历史的 对历史有兴趣的人 就探索水下中国 或者探索中国历史 或者探索中国文化 所以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 就是每年夏天就来几次 比方说现在有很多城楼是被淹的 所以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探索的 三十年前引栏入金 一道大坝在河北的潘家口村 截断了湍急的栏河 造就水库 老潘家口村 和燕山鸾河相依的 西风口一带部分的长城 则嵌入碧波 形成长约50公里的水下长城奇观 浮动的临波下 经历过秦汉明朝无数炮火洗礼的长城 如今青台满布 每遇下潜 水底愈发幽暗 二十米处已如黑夜 在这暗黑的世界里 错落的城墙 拱门的管道 坍塌的城楼 狭窄的马门 恍如迷宫 令人悚然 大家来参观长城 我们都是要感受远方 就是我们看下一个城楼 我们要再往上 再往上 再往上 所以其实你脚下的长城 一般你不太看 你不详细地看 在长城潜水的时候 你必须详细地看 你没有选择 因为能见度没那么好 所以你真的能看见 是用的什么材料 就是外面的材料 和里面的材料 是一样的吗 水下长城 也有好多小鱼 也有好多小虾 长城潜水 真是一个 三百六十度的经验 然后比方说 你到一个城楼 你可以游进去 不来 再飞过去 所以就是 哪儿都能看见 我觉得 在陆地上的长城 就是真的很难 在水库更深的地方 还淹没了一些 斯蒂文不知道的过去 建的挺好好的桥 过两个车 这个桥头 特别讲过 建的这个桥 两边 桥的两边 有两个大鱼路牌 那还是毛泽东提词 毛泽东的 毛泽东提词 在村民的记忆中 村子里的大桥 够气派 但念念不忘的 是桥头的毛主席鱼路牌 村民骄傲地说 那是毛主席的提词 村里人给每个楼墩子取了名 七楼 八楼 九楼 这不仅仅是从最低处关口 往高处的烽火台和低楼的树木 也是村民留下的记忆 如今 若隐若现的七楼 深入湖底的八楼 曾经露出水面等待修复的九楼 就这样成为斯蒂文传播海外的中国故事 一池春水 一群鱼儿 千百年来 一直执着地对抗激流 尽量进入人类的世界 不为一口石 更不是为了岸边的风景 游啊 游啊 游 当地百姓称他们为抗浪鱼 在这浮仙湖畔 他们与水死磕了几辈子 陪伴左右的是这里的水下 整齐的石阶 打磨的孔洞 神秘的图腾 怪兽的足迹 若隐若现的金字塔 这是一个找不到任何文字记录的水下人类文明 它为何沉入湖底 何时与鱼儿为伴 是一场灭顶之灾 还是一次主动迁移 我们都不得而知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徐老 世代居住于福仙湖畔 以水车和竹笼捕获抗浪鱼 是他依水而生的古朴技艺 穹池赐予了好鱼好肉 也带来了更为可口的美食 故事与传说 为了叫沉江河 就是以前沉江这个仙城 它是在岸上的 海边就是沉了 慢慢地沉下 所以在这个沉江河 它有很多构思 有很多奇怪的东西 特别是这个海马 这个海马骨头 就要地震了 所以是非常灵燃 福仙湖这个大水冠 很多人都见过 尤其是我们没见过的刺色 就非常多了 我哪个时候见那个大水冠 其实它是一个大叶 那个大叶非常大 有十一米成 老人口中的沉江 是古巅国 还是渔原古城 为了探索巅王之谜 从2001年开始 浮仙湖水下考古 视如破竹 发现湖底 2.4平方公里内 分布了大量石构建体 确定为人工雕琢构构建 可是一直无法给水下古城 一个身份 寻找答案 是人类对探索未知世界 最本质的驱动 测量 记录 发掘 清理 取样 我们不懈努力 希望借助科学的力量 找到破易水下古城的身份密码 张教授 中国高原湖泊研究的专家 多年带着团队在浮仙湖研究 积累了大量的数据 给水下古城一个科学的诠释 所以我们可以确切地说 这个浮仙湖水位下降 这就是我们距今4000年到2300年 这样一个浮仙湖文明 发生它的演化 它就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比较科学的 比较符合逻地的解释了 这个古城它的发育死 这是人类呢 西兰地区人类可能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遗迹 属于同时期 距今约为4000年时 气候变化 湖面水位上涨 人类逐渐撤离 距今2300年左右 人类活动一季完全沉入湖底 形成今天的水下奇观 浮仙湖的传说 在湖底沉寂下来 但生命的繁衍还在继续 逃过捕获的抗浪鱼 成功逆流产卵 由于鱼卵是半年性的 岩礁成了它们的天然产床 然而 把这样一盆狐鲜 放到虾和虾虎鱼的嘴边 这种诱惑是无法抗拒的 大部分的鱼卵 都会成为它们囊中物 大部分的鱼卵 都会成为它们囊中物 只有一小部分 受演化女神眷顾的生命 能够孵化 破卵而出 慢慢长大 成为搏击梯台上的新角 随着生命的交替 永远陪伴着古城 不是所有的陪伴都是永恒 这只没有赶上退朝末班车的海兔 和玄武沿着相遇 就是一场偶然 失去海水滋养 海兔无福销售这么强烈的日光 它看起来缓慢而又虚弱 这块差点让它成为铁板海兔的岩石 其实是一口石棺 周围的石棺 墓碑若隐若现 这是一片因地震而沉现大海的废墟 500年前的某个晚上 这里发生了一场灭顶之灾 明朝万历年间 7.5级大地震 导致海口穹北72个村庄沉现大海 所有的建筑轻塌殆尽 现今剩下的遗址 只有当时以玄武沿制成的石棺 墓碑石墨 水位在不断变化 淹没着废墟 也成就着生命 但是烈日下 这只被遗落的海兔 显然受够了折磨 它努力爬下石棺 汲取一口清凉的海水 不时探出头来的昭巢穴 在一旁大块朵银 身边同样躲避日光的 还有沙虫和一对猴 它们都和海兔一样 不喜欢阳光 潮水终于再次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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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暂的相遇 陪伴原本就应该是人的事 月光下 一顶铜锅 一碗热汤 一盏马灯 辛苦一天的徐老 以小火慢煮 配上佐料 享用着瑶池赐予他的资源 明儿还要早早起来 劫网而鱼 鱼歌晚唱 继续过他的小日子 浮仙湖里 逆流死磕的鱼 守护的是人类几千年前的文明 石棺 石棺上的海兔 和地震塌陷的村落 只能说 只能算是一次艳遇 史蒂文和水下长城 情缘未了 曾经的诗成人 有故事的 还很多 我们无法像鱼一样呼吸 长半水下古城 所幸 我们也不是鱼儿 只拥有七秒的记忆力 我们还可以把过去 拉成一段二胡 唱成一首歌 让记忆和记忆传递下去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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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水下的古迹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有趣 温度很低 能进度非常低 这些都算是身体的一种体像 但最大的风险其实是在水下的这些古建筑 因为在水下 成绩了半个多世纪 所以他们随时都会有坍塌的风险 而且在探索古迹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要尽量尽可能的去 保存古迹的完好 避免意外的操作 破坏这些古迹 我记得在拍摄许家园的老宅子的那一天 最后一天下潜的时候 许家园老宅子的主人 找到了我 他想让我帮他带一块 自己的老宅子的瓦片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以理解的一个 对家乡那种思念吧 当时我真的有去屋顶 拿了一片瓦片 希望能够帮他实现这样的不心悦 但是当我看到瓦片拿起来 那么一瞬间 那尘土就被冲散了 然后瓦片就好像不属于这间房子了 脱离了这个尘封的这个记忆 所以想来想去我就 还是把这片瓦又放回去了 上来之后呢 跟许晓沟沟通 他也非常理解我的一些做法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化 所以他有他的归属 然后他有他现在的 现在的那个 一切顺其自然嘛 对 这三年对水下古城的探索 其实也慢慢地改变了我们这些探索者 比起最开始去记录这些灰红的建筑 其实我们自己的使命也在慢慢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们从一个简单的探索者 然后结果变成一个梦想的实现者 哦 这个楼梯 这个楼梯 找到了 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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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样的探索对我们来说 就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 我也相信这样的探索 我们还会继续下去 看过这个吗 没见过 这啥东西 好像是一个古代花板 在水下边找到的 这儿有一个冰花友 知道吧 不知道 没听说吧 是水下冰花友 一小块 有一小块 有一小块 是水下巴 在水下巴